我的爱人是女主 我只是深情难配 不管对她多好 我也永远是被选项 男主送最久的她回来 她慌忙解释 我只是合租的摄友 拥抱 接吻 快要领证的合租摄友 我不热她的心 我明白我该离开了 电话被第三次挂断 她大概在加班 因为最近工作很忙 所以没办法接电话 回消息 我现在沙发里 将手中的诊断单 翻来覆去看 上面那个癌越看越陌生 昨天吃饭时 我和柳如烟说最近不舒服 明天去做个检查 除了胃痛 我还总患听到什么男配 任务失败抹杀的声音 她喊了一声 低头回消息 脸上是她自己 也没察觉的笑意 我和柳如烟是五年的恋人 我们大学就在一起 毕业就来了江城 租了房子 一起为未来打拼 我正在出神 七月跳到我脚边 用头顶了顶我的手 喵喵叫了两声 我以为她在关心我 她却不满地 咬了咬猫粮袋子 原来只是饿了 嫁完猫粮 忽然电梯声响 我起身要去开门 却撞见柳如烟 穿着我买的那条吊带裙 醉眼朦胧地靠在 另一个男人怀里 这是我领导 裴总 西装革履的男人 对我点点头 这是我合租舍友 七也 我想扶住她的手顿住了 正想反驳 忽然觉得胃里一阵脚痛 她已经娇撑着 将陪幕推了出去 明天再说 女孩子住的地方 不方便留你 门关上了 她身上的鼓窿水味道 还在她身上 而她也适时勾住了 我的脖子撒娇 宝宝别生气 我们老板很苛刻的 要是知道我快结婚了 指不定会开了我 你也说过 女性在职场很难的 今晚应酬喝多了 宝宝帮我倒杯水好不好 我沉默为她递来一杯温水 一低头 却看见她锁骨下一块 刺眼的红痕 她察觉到我的眼神 不等我开口 应该是刚刚我扶着莉莉 她手提包刮到的 这么拙劣的借口 我竟然不知道 该不该戳破 两下沉默 她握着杯子低下了头说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这阵子的疏远冷漠 刚刚急着撇清和我的关系 她抬起了头 眼中没有一丝醉意 七眼 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裴总 裴木 是她刚入职时吐槽过的 那个高冷霸道到 不尽人情的上司吗 我记得半年前 她每次下班回来 都会在饭桌上跟我骂裴木 我上班第一天 就把水洒在她身上了 你不知道她那个眼神 真的能刀刃 烦死了 都下班了 还发消息催我进度 我不想上班 不想看到她 七眼 你快变成有钱人养我吧 我跟她说过 如果不喜欢 可以换工作 甚至可以不工作 她做什么 我都支持她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吐槽变成了崇拜 她好厉害 把那个美国人 说得一愣一愣的 你帮我做的 PPT 她一眼就看出来 不是我的水平 加班不再抱怨 反而化着全装 打扮精致 吃饭的时候 她回消息 带着自己都不曾察觉地笑 种种行为 都在指向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她出轨了 我曾经想过 在她承认之前 哪怕她问过一次 今天去医院的结果如何 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她问一次 哪怕就一次 我就没骨气 原谅她一次 可是她没有 她从始至终 都没有在乎过我 一次也没有 七眼 我发誓就这一次 没有到那一步 我没有背叛你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好啊 我抬起头看着她 面如止水 我们分手吧 她满脸错愕 话音刚落 我听见了一个 越来越尖锐的声音 警告 只要挽回女主柳如烟 诊断结果会变成误诊 警告 男配任务失败 抹杀警告 我重复了一遍 我说我们分手吧 警告 温柔深情男配将被抹杀 倒计是七天 警告声响起 我就觉得胃像被攥住 眼前一片眩晕 她很快从错愕中回过神来 脸上的悲伤不假 可解脱也不像有假 我们同居两年 就算我们合租吧 我把房租转给你 七月我也不能养了 你看着办 实在不行就丢了吧 本来也是流浪猫 她起身关上门 客厅重新陷入昏暗 我把那张诊断书拿出来 柔皱丢进垃圾桶 就在四个小时前 我还捏着单子 坐在医院门口发呆 我想了很久 要怎么跟她说我的病 她胆子小又爱哭 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 我要怎么说 才能让她不难过 我是要笑着跟她说 如烟 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要听哪个呀 她要说好消息 我就告诉她 以后卫生间地上 可没有我的头发了 让她不要再捏着长头发 诬陷我了 她要听坏消息 我就说实话 说我其实很害怕 怕死 也怕以后我不在了 她一个人要怎么办 但是我没想过 她已经不在意了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恋爱 五年也算是小长跑 我记得当初新生报道时 别人全家出动 只有我一个人 背着洗的发白的帆布包 她明明也是新生 却认真的帮我指路 呀 七号楼 就在我宿舍对面 你热的脸都红了 她递给我一包湿巾 像个小太阳冲我挥挥手 你也是计算机的 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碰到呢 那包诗巾我没舍得用 一直好好地收到现在 真像她说的 我们在隔壁班 拼着班上课 她性格可爱又有点貌似 很多男生私底下偷偷议论她 终于有一天 我和另一个男生 因为她打了起来 七大学霸怎么这么生气 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 她笑嘻嘻地回头问我 因为那个男生说柳如烟走路 姿势骚 肯定不是厨 我将头别了过去 因为我看她不爽 好了 别嘴硬了 我都知道 走出教学楼 忽然下了雪 她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 抬起头脚下地笑道 我们 在一起吧 她说出这句话时 我争住了 那一刻 我听见雪花停滞在半空 像是心脏第一次蹦入血液 像玩具士兵的齿轮第一次转动 像一本书 刚被翻开了第一页 我立刻拒绝了它 因为我没钱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呀 我在意 很在意 可是柳如烟真的不在意 她会在我和她说起 我孤儿的身世时 心疼地搂住我 我从大二开始 跟社友一起创业 所有能挣钱的兼职 我都会去做 别的女孩子有的 她也要有 后来我们相恋 约会 闭眼 她带我见了家人 她妈妈不同意 觉得没有父母帮着 没办法在一线扎根 至少她女儿 还要吃一两年苦 我劝她听爸妈的话 她假意答应了 却偷偷订了同班的车票 再过道轻轻回握住我的手 她爸妈始终不肯接受我 直到后来柳如烟生病了 她在上班的时候晕倒 却诊断出肚子里有个肿瘤 不知道良性还是恶性 她的父母在医院把我骂得畜生不如 说我没有照顾好她 才会让她得病 我没有反驳 那天我把这四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递给她父母 晚上我在医院楼下抽了一晚上的烟 我一遍遍祈祷 如果是良性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去还 如果是恶性 我就抛下一切跟她一起走 也许那天上天真的听见了我的心愿 她的身体好起来了 后来就像所有普通的情侣 我们租了的房子 捡到了绿化袋里的七月 好在工作室有了起色 收入稳定 我想两年就可以在江城买房 只写她一个人的名字 对 保险起见 还得公正赠予 我想把我所有能给的都给她 可她已经不需要了 咦 上周好像还没那么糟 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最好能带家人一起来 你现在状况不太好 医生皱了皱眉 我没有家人 麻烦您了 我向医生笑笑 我的情况我明白 您多开点止疼药吧 也有奇迹的 你还那么年轻呢 医生眼里的怜悯几乎要一出 也许别人会有奇迹 但我没有 回到家 她不在 空气里有一点古龙水的味道 她锁上了另一间的门 七月最爱的猫爬架在那个房间 急得她喵喵叫 下午一点是开视频会的时间 摄友王寿和徐胖看到我吓一跳 兄弟 怎么瘦成这样了 最近没胃口 减肥呢 不说这个了 我有个新的思路 做得好咱们就是下一个原审 我保证上架 兄弟们单月打底这个数 徐胖比了个五 五十万 我曾经想过 下个月再加上这五十万的装修钱 我们的家就像模像样啊 当初租房时 她看中了隔壁小区 户型好 旁边有公园 地铁也方便 前阵子中介说有业主要置换 价格也合适 会议到三点 王寿打句道 好了好了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 我们七贤夫要去烧饭 继续说 刚刚说到美术策划 还是交给上次那家公司吗 我打断了 不做饭了 大小姐今天不回来吃饭 不用了 我想了想 转移了话题 她今天加班 柳如妍六点半到家 开门时 发现桌子上空空食愣了一下 也对 平时这回桌子上 都是她爱吃的饭菜 现在空空如也 她看着电脑前写策划的我 欲言又止 平时她回来吃不上饭 会发小脾气 或是抱怨我在家什么都不做 而我总是讨好的让着她 怕她生气吃不下饭 今晚我没空多看她 手头的东西都得交接好 不能在我离开后影响公司 她点了外卖 坐在沙发上等 外面下起了雨加雪 大概外卖要迟到了 我出去倒水 她的外卖还没到 七月好奇地扒拉她的包 却从包里扒拉出来 一个小包装的药 还有一只应运棒 我撇到了 柳如烟却比我还慌乱 她吼了七月 七月吓得躲到我脚后 我不是 柳如烟下意识要解释 你不用和我解释的 我抱着七月回屋 将门反锁 都分手了 你要做什么 是你的自由 看我不在意 她反而不自在了 我们每次措施都做得很好 后来她说不婚不遇 把那些生育损伤的图给我看 她害怕地说 自己绝对不要生小孩 其实有没有小孩 我都不在意的 家里有她和七月就够了 可我真的说不要的时候 她又有些扭泥 跟我幻想以后 有一个听话乖巧的宝宝会是什么样 但是我不能接嘴 不然她又要生气了 正想着 她敲了门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 我下个月就搬走了 你 她还没说完 忽然我的手机响起 我示意她等等再说 电话接通 是一个甜美的女生 是阿言吗 我看了她一眼调低了音量 不好意思 先等会再说 柳如烟以为 我要为她挂了电话 正要开口 我已经把门关上了 电话那头 是一指不住的兴奋 又积极喳喳 问东问西 柳如烟低头吃饭 却不住地往我这边看 接完电话 她壮死无意地问我 她是谁啊 一个朋友 要搬家的话你搬吧 明天我晚点回来 七月眨半眼睛看着我 我一边给她装罐头 一边叮嘱她 到了人家那边就要听话了 不能发脾气 剪支架的时候不能挠人 七月听不懂 自顾自跳到床上舔毛 就像嫁掉一个傻女儿 我把所有东西都给她装上了 这都是她的嫁妆 希望新人家对她好一些 第二天 我把她装进了航空箱 七月才有点抗拒 她以为要像平常一样去医院 车里我隔着笼子 摸了摸她的下巴 平日里凶巴巴的七月 竟然舔了舔我的手 那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孩 叫小圆 她冲我挥挥手 热情地邀请我上楼 你是咸鱼的阿爷对吧 呀 小猫咪 你是七月啊 她隔着笼子逗弄七月 七月不肯理她 大约察觉到了分别 她伸出爪子勾住我的袖口 等你老公来了 我们再一起上去吧 刚毕业的女孩子 对陌生人没有一点防备心 小圆说她和男友也是大学恋爱 毕业就领证定居江城了 她老公一会趁着午休过来了 她牵着小圆的手 揉了揉她的头 叮嘱她以后不能一个人 单独跟陌生人进家 要有点戒备心 阳光透过树叶 照在他们的头上肩上 恍惚间像当初我和柳如烟那样 如果我们还没分开 大概也像他们一样吧 他们的房子是新装修的 还没有接过来七月 就先添置了许多猫爬架和玩具 阿爷 为什么不要七月了呢 我癌症晚期了 不知道哪天就死了 总不能让她饿肚子 听我这么说 小圆一愣 我看她眼圈立刻泛红了 明明生病的是我 她却很无措地摆摆手 对不起 我不该问的 原来哪怕是一面之缘的人 也会关心陌生人的病情 七月从航空箱出来 却不肯松开勾住我的爪子 小心翼翼地喵呜 我养了她一年半 好像这回才养熟一点 可是又要分开了 这是我朋友的电话 她住在这边 但是她猫猫过敏 如果有一天你们无法再养她 把她交给我朋友 别丢掉她 这是领养协议 每个月两千会单独打入卡里 是七月的生活费 医疗费超值的话 联系我朋友另算 他们签了字 七月还是不肯松开爪子 我们七月要过上好日子了 我蹲下身子摸了摸她的头 爸爸要出远门了 不能再陪着七月了 小圆拿着七月最喜欢的猫条 她才松开爪子去蹭她 这个小没良心的 晚上回家 柳如烟去问我 七月呢 生病住院了 她急了 什么病 不知道 要等化验结果 住五天院吧 那医院就是在骗钱啊 什么结果都没有救 听医生的就好 她关心七月 甚至多过我一些 系统一直在提醒我 生命在倒计时 我还有四天 属于我自己 美术设计这块 我们交给了另一家公司 但我没想到跟我谈合作的是陪木 刚刚说的细节 律师你合同会写进去的 我关了电脑 准备起身 公事聊完了 说说私事吧 陪木递给我一杯咖啡 那天我在门口没走 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我这是被动当三了 那是你们的事了 我已经跟她分手了 我调查了 五年 你不难过 也是那天警告 让我想起了一切 我所在的世界 不过是一本娇妻带球袍的小说 柳如妍是小白花女主 陪木是霸道总裁男主 而我是衬托他们的痴情男配 因为我身世凄惨 所以比起来处处优秀 家境优偶的陪木 我的爱显得虚伪自私 战友欲更强 按照剧情 她遇到陪木以后 才意识到 对我始终都不是爱 是怜悯 而我在她遇见陪木后 开始变得暴力多疑 她顺理成章地跟我分手 和陪木滚了床单后 怀孕带球跑 最后带来一个五岁的天才儿子回来 陪木追击火葬场后 二人幸福结局 可我没有走剧情 我提了分手 系统说过 我的觉醒是一个bug 有可能导致剧情崩坏 难过不能改变事实 尊严和一分不忠的爱相比 尊严对我来说更重要 可是你病了 明明听系统的话 讨好她就能活 她知道系统 我的心咯噔一下 很快又恢复镇定 可人没有尊严也活不下去 听我这么说 陪木笑了 她懒懒地靠在椅背上 眼中又是刚刚同我签约的 实在必得 我创立木星七年了 一直在想 怎么才能让公司屹立不倒 后来我发现 有系统的存在 只要围着她 我就是男主 就是这个世界的气韵之子 剧情我都知道 只要跟她在一起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虚情假意 演着爱她宠她 大不了睡她 反正我是男人 不吃亏 至于这本书说的 什么未婚先孕 带球跑 总裁追击火葬场 我不在意 正好省得我去陪一个怀孕 受激素影响 大呼小叫身材走样的女人 可惜知识不会通过性传播 我唯一担心 她智商太低 会影响后代 但是没关系 系统跟我说 这孩子智商很高 与人这种东西 可以短持 可以长持 而我认为柳如烟 没有长持的必要 可是我很需要 主角的气韵和机遇 长期持有的出发点 是价值投资 是投资企业的成长价值 长期持有 跟随企业一起成长 价值随着时间体现 短期持有的出发点 是做短线投机 在几天内 甚至当天内买进卖出 获取差价收益 我想过陪木知道柳如烟骗她 不拆穿 也不过是因为太爱她 所以可以容忍 而你真的不考虑跟我共享吗 就像共用一个 嗯 玩具 反正这个圈子的都这么玩 以你的才华和角色 进这个圈子也是早晚的事 我是诚心的 毕竟我真的很欣赏你的才华 也很佩服你的觉醒 陪木兴致勃勃地邀请我 我拒绝了 和尚电脑起身要走 你的病情 真的不跟她说吗 我不想被剧情支配了 我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我把医嘱立好了 医体捐赠用于医学研究 所有财产都捐赠给孤儿院和福利机构 还有三天 我收拾了房间 找那张很久以前签过的医体捐赠卡 也顺带着找出来不少旧物 她遇见我第一天 递给我的湿巾 我一直没舍得用 翻过来日期 已经过期两年了 她掉在操场上的头绳 我偷偷捡了起来 第一次约会的电影票票根 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 并不懂什么烂片和好片 只觉得什么都看不进去 只有抑制不住的紧张 和微微颤抖的手 还有一张 是一年前我瞒着她偷偷立的遗嘱 如果哪天我不在了 希望这么些年我打拼的财产 能保护她下半生衣食无忧 但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了 我撕掉了遗嘱 将所有过去小心收藏的回忆 全部丢进装废品的纸箱 最后一张是我和她的合影 照片上的她看着镜头笑眼弯弯 我紧张地背着手 不知该看哪里 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将她放进了纸箱里 原来从回忆的泥沼里抽身 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我呆呆地坐在房间里 回过头看 屋子已经搬空了 可是回忆还停在那里 沙发垫上有一点油渍 是她吃炸鸡不小心掉下的碎血 我用各种洗涤剂 也没能把它洗掉 窗台上有一盆 怎么也发不了牙的猫草 是给七月种的 黄昏的光照进房间 能看见空气里的尘埃 像一段凝固的时光 那天系统的声音 让我想起了我的身份 原来所有的苦难 都是为了遇见你 做铺垫 可如果所有的苦 都是为了来见你 我是愿意的 因为在遇见你的前18年 我的人生全是黑白的 是你的触碰 你的温度 你的温柔 让我醒过来 我对你的爱 不是冰冷的剧情 是一场觉醒 因为我是为你而生的 我不知来路 但是以你为归徒 可为什么先说在一起的人 先离开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爱 到底要多努力 才能圆满 我关掉了系统的提示音 却觉得胃疼得如刀脚 高铁上 我吞下了一把止疼药 看着窗外的风景 江城不冷 也很少下雪 下了也是雨加雪 激不起来 不像我们大学在的海州 下雪可以激到脚踝 天气很冷 可是将手放进爱人的口袋 就能暖起来 我不是困在回忆 所以想回去 我只是想回去看看雪 柳如烟视角 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 今天总是有点心不在焉 手机试试响了 是陪木打来的 今天中午 我妈想见你穿好看点 宴席上别说话 惹我妈不高兴 柳如烟很讨厌陪木的妈妈 这位未来婆婆第一眼就看不上她 觉得她寒酸又蠢笨 毫不客气地当着陪木的面 说她是陪木历任女友里最差的一个 陪木不会为她争辩 她认为婆媳矛盾是女人之间的事 反正一个是她妈 一个是她女朋友 两个人无论怎么吵 都不影响他们爱她 她只要等他们吵完了 继续对自己嘘寒问暖就好 陪木说完 把电话挂了 柳如烟忽然想到了当初酒席散后 她不由分说地拉着她在公司偷欢 说实话 那一刻她心里是有期待的 毕竟对方是苛刻又多金的总裁 还能为她打破办公室恋情的规则 除了偏爱 还能是什么呢 那晚天很冷 她躺在冰冷的办公桌上 打了得哆嗦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她拦住陪木的手 试探去问 别问 继续 陪木很轻巧地绕开了 现在想想 陪木其实从没承认过他们的关系 她甚至分不清 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为什么这么稀里糊涂的 他们的恋爱纪念日是几号 第一次约会是在什么时候 这些细节她甚至不敢细想 但是都见过家长了 所以陪木应该也是认真对待这段感情的 婆婆都喜欢乖巧的媳妇 柳小姐宁穿这条鱼尾裙很温婉合适 造型师为她挑了一件粉色的鱼尾裙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精心卷过的长发 不张扬但精致的美甲 豆沙色的口红 造型师按照陪木和陪妈的口味 把她包裹起来 中午是家宴 规格小 跟陪木姑姑他们 他们是本地人 叽叽喳喳说着柳如嫣听不大懂的话 柳如嫣拘谨地低着头 看着自己面前的盘子 忽然众人笑了笑 陪妈也看着她笑了 柳如嫣以为是什么笑话 忙牵起嘴角跟着笑了笑 傻子 他们在笑你 你还跟着笑呢 听陪木这么说 柳如嫣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幸好陪木的助理周星进来 事实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场面 陪总 您一直让我盯着的 跟肇事建设的案子 赢下来了 柳如嫣和她是同时进个公司 面试时她太紧张 柳如嫣还借给了她口红补妆 让她放松些 柳如嫣留意到周星说话时 陪木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周星 不是男人看女人的目光 是前辈看后辈的目光 那眼光中除了欣赏 还带着一种钦佩 那种欣赏和钦佩 绝不是床榻上能得到的 是职场上凭本事厮杀来的 是强者之间的平视 当初周星和她一起入职 周星学历没她好看 所以两年前 一直在公司底层默默无闻 那时自己靠着一杯水 误打误撞留在了陪木身边做助理 这两年 周星已经从底层的小透明 摸滚打爬上来 成了陪木最得理的助理 柳如嫣反问自己 这些年获得了什么 好像除了陪木女朋友的身份 她什么长进也没有 周星是素颜 白衬衫和修身的纸筒裤 看上去自在又随性 而束腰的鱼尾裙 让她行动不便 脸上的脂粉 闷得她喘不上气 对比周星 柳如嫣忽然觉得 自己身上精致的礼服 像礼物的包装纸 她像桌上那盘冷掉的钱菜 无人下注 只是拿她开局做摆设 小周 吃顿饭再走呀 裴妈脸上 是对柳如嫣 从没有的热情 不了阿姨 裴总下午有个会 我先去甲方那边沟通 周星笑着拒绝了 我让服务员给你打包生煎 她家生煎好吃得不得了 你再推辞 阿姨就不喜欢你了 柳如嫣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吃完这顿饭的 客人散去后 她在洗手间补妆 却听见裴妈在隔间 跟裴幕交代 协议当然要签 学人家婚后领一块钱工资嘛 省得离婚了 被扒下一层皮 这个妈你放心 李律会负责的 多少女人带回家都不要紧 不喜欢妈就帮你推掉 怎么就沾上这块牛皮糖 死皮赖脸的甩不脱 裴幕不置可否 又是那副完事不公的皮样 挺新鲜的 而且她干净听话 新鲜 干净 听话 柳如嫣的手开始哆嗦 确定是的男孩 才能进我们家的门 裴妈眉头皱起 是你的吧 是 妈看着那小周多好啊 你怎么救 小周这样的女孩子清醒 有她自己的人生规划 再说也不能耽误公私人才 她用力地推开门 门撞到墙 发出一声众响 三人面面相去 柳如嫣以为 陪妈至少会客套一下 陪妈一愣 晕淡风轻道 哦 你还在里面啊 柳如嫣抬起手 用力甩了裴幕一巴掌 不等陪妈要抓着她发难 她已经扯开鱼尾裙的裙摆 推开人群狼狈地跑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上出租车的 只听见司机问了三遍她要去哪 她要去哪 公司 裴幕的高级公寓 还是 她忽然想到从前 还在不久之前的从前 她还有七爷的时候 因为裴幕的为难 委屈得嚎啕大哭 她哭累了趴在七爷怀里 七月也担心地坐在旁边看她 七爷一下下给她顺着头发 温柔地哄她 我不想工作了 我觉得同事和上司都好难相处 自己擦了一把鼻涕 抬头看着七爷 老公你养我好不好 如果真的不想工作 我随时可以养你 七爷轻声哄着自己 还不忘揉揉她的脑袋 你上司是苛刻了一些 但是宝宝你看 这次是两家大公司的会议 你们领导是肯定你的能力 才让你负责商务接洽这块 对不对 大公司对接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但是也是一种 别人求之不得的锻炼 你就是不想养我 自己情绪上透 对着七爷不依不饶 那要不要辞职 我都支持你 自己情绪平稳以后 七爷才跟自己说 与孩子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 哪怕挣得不多 但是是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 哪怕是月薪三千 你可以从这份工作中成长受益 认识不同的人 学到为人处事的道理 那你说这些 是以后想跟我离婚吗 不是 七爷忽然很温柔地捏了捏自己的脸 我是怕 有天我不在了怎么办 你会不在吗 你需要我 我就一直在 多年后回想起来 似乎一语成衬 而陪木是怎么说的呢 从他对自己举止渐渐暧昧以后 公司业务上面的事情 就不再让自己负责了 这半年 除了陪木的喜好和口味 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清楚 连当初学到的东西 也已经忘了七七八八 自己需要做的就是讨陪木开心 从前关系好的同事 对他和陪木的关系心知肚明 也渐渐不太来往了 陪木很霸道 不在乎他其实很抗拒 公共场合的亲密举动 也不在乎柳如烟 职业规划上的茫然和惶恐 陪总女朋友的头衔 出入一厢并饮场所的资格 名牌依附首饰的使用权 他看似得到了很多 却都是七彩的泡沫 滑而不实的包装纸 只要陪木和他分手 他将一无所有 而陪木要的却是仅有一次 不容出错的 他的人生 与孩子要走 从来不是一路好风光的坦途 是一个不慎 就会滑落深渊的悬崖 窗外风景倒退 柳如烟忽然想到 五年前上大学的时候 他参加辩论赛 论题是爵士好配偶 和985的学历 选哪个 他引用了波浮瓦的 第二信中说的 男人的幸运 在成年和小时候 就在于别人 迫使他踏上最艰苦 但也最可靠的道路 与人的不幸 就在于他受到 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 一切都促使他 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们非但不鼓励他奋斗 反而对他说 他只要听之认之滑下去 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 当他发觉 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 为时已晚 他的力量 在这种冒险中 已经消耗殆尽 此刻的他 被五年前的子弹 正中眉心 他错了 爱不是放任沉溺 是扶持托举 柳如烟站在楼下 犹豫着 要怎么解释自己的狼狈 却发现家里没开灯 是七也出门了吗 他想了想 前阵子听到 那的甜美的声音 只觉心里不太舒服 太阳还没落 打开门 就看见门口堆着的箱子 他前脚开了门 后脚物业女管家 就问了门铃 你好 你男朋友 跟我们打过招呼了 我们上门收大件垃圾的 柳如烟知道 物业有人会上门收垃圾 卖废品 挣点外快 你等一下 我问下他 七也房间的门 是虚掩着的 他轻轻一推 就开了 里面空空如也 已经没人住了 他搬走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那纸箱里是什么 他的东西吗 还是别的东西 柳如烟忽然想到 自己一只口红找了很久没找到 也许被医病打包扔了 你等等 明天来吧 我还没收拾好 打开纸箱 最上面是他们的合影 他记得这张照片 那年他们毕业 旁边同学起哄说 七学神和女朋友拍张照 我们挂学校公众号 自己倒是大大咧咧的 反而七也面对镜头 总有一种羞难 七也总是比较内向害羞 不了解他的 会以为是一种英语 这张照片他一直没找到 原来他一直收着 下面放着一个粉丝的本子 是他写的恋爱日记 写了他们第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吃火锅 还有一页一个字没写 被粉丝的水彩笔涂满 1月23号 是他们第一次接吻 翻了很多页 都是重复的患得患失 我生了场大病 阿爷倒是受了酒精 今天吃的海参粥 阿爷手艺真不错 要是以后他不要我了 我是不是会饿死 那是他肚子里有一个肿瘤 住了半个月的院 他红着眼一直守在病床边 这一夜什么也没有 只有七月的脚印 因为这天 他们捡到了绿花袋里的七月 阿爷好厉害啊 他什么都懂 好怕他嫌我笨 是他帮刚工作的 他做了PPT 切中药点 言之有误 连陪木那样苛刻的上司 都点了点头 这本日记的时间 就停在了这里 因为接下来 就是陪木开始跟他暧昧 窗外逝时起了风 将窗帘吹得沙沙作响 如翻栋书页一般 柳如烟坐在地上 忽然想起来 当初他写的日记 被七也发现时的害羞 他要去抢那本日记 却架不住七也个子高 踮起脚只能在他的胸口乱吹 让我看看啊 笨 好怕七也嫌我笨 好怕七也不爱我 好怕七也看到更好看的女生 啊 丢死人了 不许念 自己气急了 一扭头扎进沙发里 不肯理他 七也几次探头 看他眼中含笑 真生气了 好了 我不念了不念了 然后在他回头的间隙 趁机把他抵在沙发上 吻了个结结实实 他捧着他的脸 很认真地说 不管是多少好看的女孩子 多美优秀的女孩子 都比不上你 永远都比不上你 就像他给自己 讲小王子的故事 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玫瑰花 但是都比不上 小王子精心照顾的那朵 爱让他在小王子的心里 独一无二 再往后翻 有他们一起做的陶一花瓶 本命年互相为对方 买的红绳手链 还有 当初第一面他给他的诗经 已经过期 却收得完好评整 一张撕去了签名的 背着他立的遗嘱 七位数的积蓄 和公司股份 都指定给了他一个人 而最下面 是他的复诊单子 柳如眼打开 只觉得脑袋轰然 一瞬间 什么都听不见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为什么不跟自己说呢 他忙擦了眼泪 顾不上什么尴尬 打电话给七也 那头却一直是盲音 不知是把他拉黑了 还是千万别出事 七也求求你接电话 电话始终打不通 连他合伙的朋友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嫂子 你们怎么了 我看前几天 七总状态就不太好 好像瘦了很多 我头一次看他这么憔悴 嫂子 你有他号码 你登录看看他平台账号 你看看购票记录之类的 也许能找到他去哪了 柳如烟慌不择路 忽然想到了 那个喊他阿爷的女生 他最近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他说要给七月找领养 怕人家弃养 还让我给兜底 嫂子 你们不养七月了吗 领养 阿爷 柳如烟忽然想到 好像七也的贤余号 就叫阿爷 把他联系方式给我 阿爷现在状况不太好 我联系不上他 门开了一条缝 里面一个女孩子 戒备地看着他 不等他疑心是不是找错了 七月的爪子 已经从门缝伸出来了 七月 他欣喜地喊了七月 蹲下来想抱他 七月却枝若稳地扭过头 你是 我是七月的主人 之前那个是我男朋友 他不叫七月 他叫团子 女孩毫不犹豫地纠正了他 团子轻力地 跳进女孩的怀里 小元 这是谁 柳如妍回头 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身后 团子的前主人 小元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小姐 领养协议我们都签过的 你可以去问你男朋友 他跟我们说 你对团子的处理没有意见 他没问过我 但你说过要气啊 说反正也是流浪猫对吧 柳如妍忽然愣住 他是说过 而且比起来猫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心一下 你男朋友吧 男人毫不客气地 戳破了他的辩词 他过来时状态都不太好 如果我是他的配偶 这段时间 我一定会陪在他身边 他们拒绝告知 七月任何情况和联系方式 柳如妍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街上车水马龙 行人都与他一一擦肩 他登陆了七月的账号 发现他买了一张 去海州的高铁票 他回了他们的大学 如果他还怀念过去 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之间还有机会 寒衣让人裹紧了外套 天上飘起了小雪 没能激起 就成了湿薄的泥 海州大学的变化很大 原来的小吃街拆了 改建了一个小的购物中心 他茫然地站在那里 当场景被推翻 当初和七野的回忆 也变得不确定起来 大学多的是年轻的情侣们 亲热地挽着手与他擦肩 不舍得在宿舍楼下拥吻 每个都很像他和七野 却又不太一样 七野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下 这样吻他的 他最多的是把洗得干净 柔软的围巾 系在他的脖子上 当男生们议论和女友隐晦 且私密的细节时 七野避而不谈 有人开玩笑非要追问他 他略为一正 先红了脸摇头 这些事情是不能拿来乱说的 他干净帅气 温柔小意 谦谦君子 那些男生学着七野的样子 哄堂大笑 好像男生懂得尊重和爱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但是室友们会很羡慕自己 甚至打去他 要是哪天 你准备跟七神分手了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随时准备收留心碎学神 连柳如烟 自己有时候 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随口地告白 却谈了一场认真的恋爱 那天 面对那个嘴贱的男生 柳如烟自己都没想计较 但是没想到那个与世无争 沉默寡言的七学神会打人 他脸上挂了彩 这学期的平忧也打掉了 那天下了雪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只有他沉默着走在自己身后 喂 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他下意识将头别了过去 不要 但是架不住他缠着 他终于点了头 那会女生之间 很流行世华落士气的黑天鹅项链 他只是提了一嘴 摄友戴着很好看 一个礼拜后 项链就放进了他的口袋 是七野接了三个设计的活 熬了四天夜换来的 不过那条项链 后来他也不知道放哪去了 七野送过他很多东西 但是他丢三落四 总是记不起来放哪了 柳如烟忽然想到了 那代鸭的平整的试镜 或许是自己从来都配不上七野的爱 柳 柳玉 辅导员努力想了想 还是把他的名字叫错了 这几天您见过七野吗 柳如烟已经没心情纠正他 哦 你是七野女朋友 柳如烟是吧 跟七野吵架了 学校里没人见过七野 辅导员说会留意 但是建议报警 他还想多问两句 辅导员却低头收拾东西 显然是不愿意多跟他说了 得知七野的消息是两天后 海州医院打来的电话 当柳如烟赶到时 却没有看到七野 七先生是签了一体捐赠 但是如果您这边是亲属 出示证明 我们可以撤销七先生 生前的赠予一体的意愿 一体捐赠 如果捐赠者本人去使 亲属不同意捐赠 捐赠是可以撤销的 我是他女朋友 护士脸上挂着礼貌的笑 如果在法律和血缘上 都没有关系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 那我看他一眼 我看一眼好不好 柳如烟拉着护士的袖口 红了眼眶 求求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有手续是不行的 我们理解您的心情 也希望您理解配合 护士始终挂着冷漠疏离的笑 他知道那个病房的病人 温柔礼貌 甚至跟医生开玩笑说 知道自己没两天的时间了 在他死后 一体如他所愿捐赠 脚膜帮助了一个失明的女孩 重建光明 既然生前不在眼前 为什么死后要演深情呢 医院的人来来往往 如溪水永不停歇 人们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 只有他不知道要去哪 柳如烟默然坐在医院走廊 那天 确诊病情的七野 是什么心情呢 他在难过 在害怕嘛 他是不是很疼啊 那他为什么 什么都不跟自己说呢 这一切他已经无法知道了 他知道这世界上 已经不会再有 像七野这样的人了 手机响起 是裴木打来的电话 他没有接 微信就发来了消息 我跟我妈解释清楚了 下个月他带你去产检 你饮食注意点 柳如烟的心里 无端涌上 觉得可笑和厌烦 你跟你妈去吧 我这个月离职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真正想离开的人 不会告别 他只是挑了一个 风和日丽的下午 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 出了门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家里空空落落 房东不再续约了 一切都要搬走 屋子已经搬空了 可是回忆还停在那里 沙发店上有一点油渍 是自己吃炸鸡 不小心掉下的碎屑 七野用各种洗涤机 也没能把它洗掉 窗台上有一盆 怎么也发不了牙的猫草 是给七月种的 可惜七月不在 七野也不在了 黄昏的光照进房间 能看见空气里的尘埃 像一段凝固的时光 其实那天坐上出租车 柳如烟想了二人之间的很多种可能 比如七野不想见他 对他破口大骂 甚至再也不原谅他 没关系 怎样都没关系 只要还能见到他 可是他连一点机会都不留给自己 他在一个寻常日子 永远离开了自己 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天上开始落了细血 一切都像极了五年前的冬日 柳如烟一身黑衣 将白玫瑰放在杯前 手术很伤身 他瘦了很多 从前你送了我很多花 我却从来没想过给你买花 我搬到海州了 能经常来看看你 我换了份新工作 我跟你说过的 还是坚持我的梦想 做插画 我跟他吵了一架 知道了一些事情 我这样差劲的人 怎么也能是主角呢 墓地风声速速 无风无情 他将风吹乱的头发 撩到耳后 露出手腕内 错综纵横的伤口 七爷 我好像走不出去了 我真的很想你 他始终没有告诉七爷 说在一起的那一刻 他觉得雪花 似乎停滞在半空 像是心脏 第一次蹦入血液 像命运的齿轮 第一次转动 像一本书 刚被翻开了第一页 在他的人生 他从来都不是 可有可无的配角 遇见他 本该是他人生主线的开始 可故事篇落笔 在第五年诗约 不肯写圆满 全文完